大家我们想要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各地应该都感觉到天气好像变稳定许多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卫星云图 不过从云图上面还是可以看到两个很大的台风 就在我们台湾的南方 先来关心这两个台风 那么第一个就是今年的第21号台风沙利加 那么就在今天他已经通过菲律宾的旅宋岛 要逐渐进入到南海了 它还是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 预估未来会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大约在礼拜二的时候会侵袭到海南岛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是在这段时间要前往中国南方 尤其是海南岛的话 要特别注意这个沙利加台风 那么另外一个台风就是今年的第22号台风海马 现在还是一个轻度台风 但是还在持续增强当中 那么预估未来会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大约是在这个礼拜四的时候 会来到菲律宾的旅宋岛的北部这附近 那么可能到底会从哪个地方通过我们台湾的南边的海面 或者是菲律宾还不一定 那么也提醒大家未来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海马台风的动态 那么台湾今天的天气算是比较稳定一点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台湾今天是受到高气压笼罩的影响 所以都是一些沉降气流 所以天气大致上来做都是比较稳定 只有咱们东半部地区 因为还是有受到一些沙利加台风外围的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在入夜之后到这个清晨 还是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暂雨 但是跟前几天比较起来降雨已经缓和许多了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要前往山区的话 仍然要特别留意安全 因为在过去几天 这个雨是下的蛮多蛮大的 所以山区的含水量可能都已经饱和了 也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外几天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到了 这个海马台风 外来会持续朝西北系的方向移动 预估它有可能会增强到中度台风 至于它会从什么地方通过 是菲律宾旅宋岛的北部 还是巴士海峡还不一定 因为最主要还是要看整个北方高压的一个走向 目前台湾是受到高压笼罩的影响 所以它也是沿着高压的南侧的外围 逐渐朝西北系的方向移动 但是未来一个礼拜 这个高气压的范围可能会有稍微往北往东边 这个退的一个趋势 那么如果说退的幅度比较高的话 也不排除 这个台风通过我们台湾南边海面的时候 位置可能会比较偏北边一点点 那么这一点是提醒大家 是在这个礼拜要特别注意的 不过依照目前气氧局的路径来看的话 它可能会从菲律宾旅宋岛的北部这个地方来通过 那么跟这个沙利加台风比较起来 还是跟我们台湾是距离是稍微比较近一点 所以我们台湾也会受到它的外游环流云系的影响 那么影响的时间大约会是从礼拜三的下半天开始 一直到礼拜四礼拜五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尤其是我们东半部地区还有南部 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台风在接近的时候 也要特别留意我们台湾沿海地区的长浪 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各地的天气 大致上是跟今天差不多 西半部几乎都可以看到阳光 东半部也是可以从云凤中来见到阳光 所以大致上来说 跟前几天比较起来是比较稳定一点 那么温度的话 西半部低温大约是24到27度 中午高温大约是31到34度 相对来说已经慢慢的变得比较温暖了 那么咱们东半部的话 低温大约是25到26度 中午高温是30 这个29到32度 那么大台北地区的话 则是25到31度左右 未来五天的话 我们北部大致上天气 还算是比较稳定一点 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礼拜四开始 随着南边海马台风逐渐接近 有一些外游环流进来之后 降雨几率会比较提高 那么另外在入夜之后 到隔天的清晨在我们大台北地区 比较偏东侧的地方 降雨几率也会比较高一点 低温是24到25度 中午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 那么中部地区的话 大致上天气也都是比较稳定一点 尤其是在礼拜三之前 那么礼拜四开始呢 受到这个台风的外环流 云系的影响 云量可能会稍微比较偏多 那么低温的话是24到25度 中午高温是29到31度 至于在我们南部地区的天气 也是礼拜三之前是比较稳定 但是礼拜三的下半天开始 到礼拜四礼拜五 因为受到台风 外环流云系的影响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这个台风 跟我们台湾距离 稍微比较近一点的话 降雨几率也会比较明显的提高 低温是25到26度 中午高温大约是31度左右 这么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天气相对来说 是比较没有那么稳定 但是跟前几天比较起来 其实也是可以看到一些阳光的 那么主要要注意的是 礼拜四开始降雨几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了 那么低温的话是24到25度 中午高温是29到31度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 这个明天天气是跟今天比较类似的 西半部是比较稳定 但是要留意空气品质 那么东半部的话 夜间是稍微有一些震雨会出现 那么这两天台湾会持续在高气压笼罩之下 天气会稍微变得比较温暖一点 礼拜三晚上开始 受到海马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天气就会变得比较不稳定了 您别乱象 Color